我还学的文静 就可以自行决定向你 身为你 对他主 无罪而放 心中只能有 谭太静是魔胎 可也不是他的错 凭什么要受那么多的苦 他偏要坚强地活着 从生下来就没得到过什么关爱 大家都说他是个七情寡淡的怪物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可是谭太静后来遇到了夜西雾 这个让他感受到世界美好的女子 给了他最美好的爱情 谭太静学会了爱和喜欢 哪怕夜西雾只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 拥有这道光就足够了 离苏苏看到了谭太静的变化 不再是当年那个暴力的君王 眼神中只剩下平静和温暖 他跟着苏苏 学会了爱世人爱苍生 苏苏也决定放弃休无情道 想跟谭太静相守一生 弥补500年前 两人相爱不能相守的遗憾 可是这一世依然无法善重 魔狱的人费尽心机 逼谭太静入魔 杀人后嫁祸给谭太静 谭太静被十大门派绑起来审讯 大家都想杀了这个魔胎 师父和岳父相信其中有隐情 昏迷中的苏苏感受到谭太静的痛苦 强行醒来 从天而降 顾在谭太静的身前 告诉所有人他不是魔神 谭太静没有邪骨 不可能成为魔神 说出500年前自己是他的妻子 亲手抽走了他的邪骨 而如今的谭太静一心向善 只想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苏苏甚至不惜抽取记忆 让大家看到当年抽邪骨的情景 以此证明谭太静的清白 谭太静满眼深情地望着苏苏 无论何时都是最乎他的人 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